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根相同的形式这样的下 那么通过SV来看的非常清楚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前后的知识呢把它串一下 这样大家可以很清楚一点 那么上面我们讲前面我们也介绍了一下 由HS怎么来判断这个系统的一次特性 包括我们有HS可以定性的分析一下系统的实域特性 有HS可以定性的了解一下这个系统的频率特性 那么现在我们要讲一下给定HS HS代表系统 HS是反映系统的 不同的系统可能定了不同的HS HS和系统的稳定性的关系 我们前面讲过在10月我们讲过 在10月我们讲过什么 就是说我给一个HT 根据系统的HT可以判断这个系统是不是 比如这个系统 对于线性直播变系统 我判断它是不是稳定可以通过HT来判断 但这个也太麻烦 太麻烦 那么稳定系统定义是怎么定义的 就是有件输入有件输出 那么云老公判断就说 你把所有可能的有件信号输出来 判断是不是它是不稳定 而是不是有件 输出是不是也有件 就判断这个系统是不稳定 但是不可能 后来我们对于推导出来以后 对于线性直播变系统 只需要判断描述这个系统定的HT 它是不是满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了 这个仍然很麻烦 你不能给我一个系统 我都要学到HT 然后再算这个东西 那么可不可以就根据HS 来判断它的稳定性呢 不需要自刷 再看一眼就可以了 那么它再就有这个经验 定义一个线线死不变系统 而且是因果系统 什么叫因果系统呢 就是HT 等于0 当T小0的时候 因果性 我们前面介绍过HT 什么叫判断因果系统 HT来判断就能判断的 因果系统 那么定义一个线性死不变系统 又是因果系统的情况下 那么只要这个HS 它的基点 HS的所有的基点 这是什么 所有的基点是什么 破吧 是怎么写的破 所有的基点啊 都是那个呢 都是那个呢 所有的基点都要主办平面 S外面就可以 所以的话这样就很简单啊 很简单啊 就是很简单 那么现在看看这个系统啊 那么首先告诉你这个系统呢 都是因果系统啊 告诉你 因为他都是什么呢 都是都是右边 都是那个 他的收入院啊 都是他都没写收入院啊 他他告诉这个因果 这个线性死不变系统 还是因果系统 而发生这个系统是不是 稳定系统 第一个是不是 他一个基点是复一 一个是复二 两个基点都在主办平面 是的是吧 是个文件系统啊 他大家注意力来看啊 然后输入是有价信号的时候 他嫌疑的多少呢 哎 嫌疑也这个啊 但这个这样算没什么意义的啊 也不 并不是因为有这个存在输入 它是文件啊 这只是稍微验证一下 给你感受一下啊 因为有价信号很多啊 你不能输入 都试一遍不可能的啊 他这样时候稍微给你感受一下啊 再不是不是证明啊 不是证明啊 就是让你感受一下啊 确实我们感觉到啊 只要输入是有件 输入肯定是有件啊 啊 再满足这个条件的形状下啊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系统 他有两个基点 一个在分别是 借Omega0 正负借Omega0啊 那么这两个基点在主办平面吗 他不在 不在啊 他在 只要不在主办平面 哪怕你在虚组上面也不行啊 你看看呢 我们看看啊 如果我输入是这个信号可以吧 这个是有件的吧 看看他输入是不是有件 带你出来记录等多少呢 等这个信号 这是有件的吗 这不有件 好 所以可以再次感受一下 你感受 就系统是不稳定的啊 所以这样就变得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 他让这一块的判断呢 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啊 如果我们前面介绍了双变拉斯变化啊 这大家不是要对视有的系统 那不是因果的怎么办呢 你怎么判断问题性呢 大家说到如果是线性实不变系统 而且是因果的情况下 这两个条件 一个是线性实不变 还要加因果啊 在这个条件下 这个HS的所有基点啊 在主板平面啊 在S主板平面啊 在S主板平面啊 因为我们在考试后有的时候说 他说HS的所有基点在主板平面 我这要给你一个插的啊 在什么主板平面啊 在你脸的主板平面还是蓝平面 一定是S的主板平面 是这样的也要说清楚啊 是这两个条件限制的啊 如果我这个系统 仅仅是一个线性实不变系统 怎么办 我没有因果 不知道这个系统是不是因果的 判断这个系统是不是问题 怎么判断呢 实在也是根据根据HS来判断 根据什么呢 HS的收利率 因为这个拉子平方的 不有收利率吗是吧 HS的收利率 是要包含什么呢 叫敏感轴 S收利率都是S平面上的啊 就可以 这是更通用的啊 这个条件限制稍微更简一点吧 这个稍微宽松一点吧 是吧 如果我不知道这个系统 是不是因果的 我只做了是线性熟病的系统的话 那么你判断这个系统是不是稳定的 只需要判断这个HS的收利率 是不是包含叫敏感轴 由他可以推倒出他出来 你看我们推一下 你感受一下啊 我们看一看 因为这个系统是因果系统的话 那么所谓的刚才说了 因果系统HT什么呢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肯定是右边心话没问题吧 是吧 是吧 右边心话吧 右边心话的时候 对应的拉斯变化HS的收入率肯定什么呢 肯定是RES 大于某一个值 是吧 是吧 而且这里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HS 基点的那个最大的基点的 最大的基点是吧 假设这个HS有好几个基点这样的话 这个HS再一个基点再一个基点再一个基点 那么这个人在哪个基点呢 是这个最大基点的什么呢 还是识部 是吧 然后再开始 那么由于这个HT是个右边系统 因为因果系统吗 可能因果系统肯定是右边系统 但右边系统不一定是因果系统 右边系统大于某一个值 那么这个就告诉他最大基点的什么呢 最大基点的这个识部 我们看这个 如果你这个HS的所有的基点都在主办平面的话 那么我这个值肉铃肯定是小铃的吧 那么肯定在这开始吧 那么这个数量是不是包含叫没有什么 肯定包含叫 你看只要你有一个基点跑到这来 我的数量肯定会再开始 他这还包含叫没有什么 就不包含的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呢 是通用的啊 这个呢 只不过因为你有因果系统系统 我把你这个什么呢 再给你这个简化一下而已 它是通用的 这两个不矛盾 你满足这个 因为它是因果系统 因果系统再满足这个条件 肯定最后的结果是到这个阶段 包含叫明干州 它是收链域 所以你要注意分析啊 如果这个条件没有给定这个系统是英国系统 那么你要跟它收链域来判断 如果给定的是线性是温密系统 又是英国系统的话 那么你主要判断它的基点是否在主办平面 必须是所有的基点在主办平面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在叫明干轴上的也不行 必须是主办平面 你不要心持手软啊 那些叫明干轴上面 算哪边啊 算哪边都可以啊 是不行 在原来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分为三种的 一个叫稳定系统 一个叫不稳定系统 还有一个叫凝件稳定 凝件稳定就是它的基点分布在 叫明干轴上 而且是单基点 我们把它定为凝件稳定 但现在大家都不说这一个啊 就分为稳定和不稳定 凝件稳定也是不稳定的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整个A系列的问题很简单啊 判断系统的文件 本来从10月来本来从定义来判断 似乎不可能啊 要求判断所有的有件信号输出都是有件的 这不可能 第二个我们可从10月来判断的时候 只要根据HT就可以判断 那也很麻烦啊 第三个话我们可以说呢 只要给你只要知道这个 描述这个系统的HS 那么什么都搞定啊 知道HS啊 我们再把稳定归纳一下啊 为什么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从HS来描述系统 而不容HT HGM来描述系统 第一个HT存在的 HGM存在的HS 肯定存在啊 他范围更广不上啊 第二个我们看看 只要知道这个系统的HS 你看我什么都可以知道 可以知道这个系统的使用特性 没问题吧 是吧 可以知道这个系统的频率特性 假如它存在的话 是吧 可以知道这个系统是什么呢 稳定性 什么都可以知道啊 实际上大后来我们讲啊 我们在设置一个模拟系统的时候 最后给用户的是给的什么呢 不是给他给这个 也不是给这个 也不是给这个 再不可能给这个了 也不给那个文文翻证 给的是什么啊 给的是他 我告诉你这个用户 给设置满了用户就告诉你这个 这个系统 要想满了你的要求的话 他的HS应该是这个表达式 给的用户是给这个东西 所以到后来我们描述系统的时候 都从HS来描述 至于是你想通过这个HS 来了解这个系统的其他特性 包括时域的也好 通过他来描述 这也是我们讲的 前面讲的 为什么要引用拉式变化 为什么要参变拉式变化 我们单变拉式变化 只能描述硬骨的系统 而参变拉式变化 可以描述任意的系统 这样的 被范围更管缓 所以我们到后来 描述系统的时候 都是用HS来描述的 在设置系统 都通过HS给的用户 最后给的用户 是给的HS 那么如果你给定我一个HS 我怎么来实现这个系统呢 就从底下描述的内容 你只要给我一个HS 我就可以构建一个 实际的真正的一个系统给你 这个系统呢 它的系统的HS 等于这个表达 所以满在里面的要求 那么看一看 如果我知道了一个系统的HS 我怎么来实现这样一个系统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们首先讲一下 系统的基本连接方式 然后再加系统的模拟宽图 模拟宽图主要是三种形式 连接方式主要三种形式 这个你们 谋定讲的什么地方呢 谋定 谋定讲完了吗 讲完了是吧 那就好 我再用到你们 谋定的是概念 谋定讲完了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叫系统的激烈 这样人家可以把一个大的 复杂的系统可以表达为什么呢 可以把它分解为 或者把它分解为什么呢 好多个小系统 不叫做子系统的什么 这种激烈方式 他们叫激烈呢 就是一个系统的输出 这为另一个系统是什么 出 这个不叫串联 原件电阻电容电感 我们叫串联 这个系统叫激烈 不要说外含话 那么这样激烈成的话 总的这个HS等于什么呢 这两形成 你可以证明它在这 因为这个XHS等于什么 XHS等于这两形成吧 那么这个等于是这两形成吧 我总的是不是等于 总的是等于这两形成 HHS等于这两形成 HHS等于这两形成 这两形成比嘛 追出来结果等于这 那第二个系统的变连 这样的 变连的时候 这两个子系统的输入是相同的 输出呢 合在一块再出来 它跟原件的变连是一样的 那么这两个变连以后的 这个子系统的HS 和总的HS是什么关系呢 可以证明等于这两个是相加的关系 HHS 相加的关系 相加的关系 那么我们看这两次 回到这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说这个 这个系统的时候 你看这个总的HS等 这两个相成是吧 如果这个HS和HS 导一个个有没有影响 没有 从0还是没有影响 那么你们需要谋定的开始问了 那么在设置应用中 有没有影响呢 有的时候原理是原理 应用是应用 原理在应用过程中 我们需要考虑一些实际的问题 知道这样的应用中是什么事 知道这两个系统不是没有关系 知道这个系统的输入主卡 成为这个系统 跟这个系统的什么呀 成为这个系统的一个负载吧 那么如果本来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时候是个假设第二属输的话 如果这个第二系统的这个输 这个组输入主要很大 那么相当这一几 跟这一几之内 对它没什么影响是吧 但如果我调一个以后 如果这个系统的输入主要很小 那么一调完之后 看什么特性 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么你们讲过 有个叫共结泛大电路 那个电路 泛大输入等的话 不等于 不到一 那么这个系统干嘛用的呢 干嘛用的 这家隔离用是很很有用 是吧 尽管我现在一半之后 那么这两个调话位置没关系 因为他们一个输入主 什么输入主要很大 隔离用 你修法要用 老说 修法中是要用 不要修法中会算题 你再来一辈子没有人 你算题去 要的是你的概念 要的是你的原理 要的是你思想方法 你知道你要学什么 知道你要干什么 学的东西一定要用 一定要用 不是学的 不是学完未来考试 考试没什么意义 那只是眼前的那些东西 犯言世界 犯言未来 一个时间和空间 未来嘛是时间呢 世界嘛是空间 那么这是一个这个电路 这个没问题 还有一个什么 反馈 反馈大家知道了 是吧 本来这个时候 这个什么 这个是没有反馈的制度 是吧 这个加于反馈黄露 这样构成的 这要总的IQS能做 呢 这个推导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这要是反馈 这应该是加 是吧 一加这个东西 那么这要问你们一些概念啊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有个泛大这个目的 这个会对很高的泛大倍数 是吧 这些号声音放大 为什么加一个反馈 副反馈 假设副反馈 为什么放大 通过副反馈 把它放大倍数架下来呢 为什么呀 提高稳定线 就为这一点目的啊 它能改变什么 带宽还是什么 可以改变 比如说 假设这个啊 它能改变很多 因为一个发行就是一个 一个输入主看 输入主看 是吧 争议还有带宽 这几个产品是吧 我牺牲了带宽 而牺牲了争议 可以换来 其他的特性的性能提高啊 所以在我们的工程当中 从来就没有什么 不需要付出 就得到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现在就是我们老说 实际上我们的工程人员 或者我们的技术人员 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如何来做这个啊 啊 这个东西 你的你的到后来 你的水平的高低 提醒了这个上面 而不提醒了 你会算 会不会算提 没人家就算提 你如何来选择 如何来平衡啊 选择啊 所以我们修完这东西要连起来啊 那么我们到后来 我们带着很多对论画质是宽图 实际上这里面就是你们的谋垫 来实现的很多情况下啊 好 那实现了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得在实现啊 来模拟 不叫实现叫模拟 看是模拟他的啊 那么一个爱意见的线线是不变系统的啊 他的系统还是可以表达这个表达是没问题吧 啊 咱们说多少编了啊 那么这样呢 我过去这两个东西啊 这个推导不管他 我们不需要推导啊 我们看自己形成这样的形式 都要推导是没有意义的 我看过了啊 我们就是什么呢 他说啊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加法器 乘法器 乘法器和积分器 来实现我任意的一个线线是不变系统的 这个他的系统的模拟啊 这样出来的结果就是说 这个系统他注定的HS 就得用我这个系统HS 加法器这个模拟怎么实现的 用什么可以实现啊 用法可以吧 很简单啊 加法器 乘法器用什么可以实现啊你们的 乘法器可以什么用 他不要乘 他就是半大器啊 就是那标量半大器啊 就发了一个禅数啊 就这么一样的放大器就可以了 运犯也可以是能放大是吧 乘积分器呢 运犯也可以啊 所以你发现多少这种运犯事情啊 实际上你们怎么你们的模拟的模拟 就是说先讲三个基本地路啊 共激共激共设 讲完以后我们讲插分电路啊 插分电路的理想的就是什么 运犯 最后的应用都在运犯上面运用 做加法器啊做积分器啊做微分器啊做 看大器啊都是同样实现啊 所以这体系很很清晰的这么个客人体系啊 那么我在用的是什么呢 我不管你里面的运犯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管啊 我只想你再给我加法器 给我一个放大器 给我个积分器 我就可以用它来实现任意的一个 现象直播面连续实现系统 可以实现 这怎么来的 我来给你简单的推导一下啊 推到一个啊 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把你那个你们的运犯里面登录 变得更简单一点啊 我们看一下这样的啊 假设这个地方本来是A 我假设方法啊 我具体的东西不给你剪的很细 这个数量都有一个简单 把思路里剪进去就行了啊 加这张是输FT 这个输出是YT啊 这是反馈啊 啊 这张是我是负反馈的话 假设没有反馈 假设断开的话啊 他等多少呢 这输出 反正比如说等什么HS等多少 反正比如说等A吧 是吧 假设要有的话 这个连续的话等什么呢 HS等什么呢 A1加AB 是吧 好 我再稍微延伸 你看看我怎么延啊 如果我把这个地方再加了一集 假设这个叫A1 这个叫B吧 看一下啊 这样就是A 这样好看好睡 假设再加一集 两集放大 我再加一集反馈 可以吧 我们还是付反馈啊 再加一集反馈 加一集放大 加一集反馈 这么走啊 很有规律的啊 应该出来等多少呢 我说HS 这点是什么呢 A1 A2 1加A1 B 加还有什么呢 A1 A2 B2 我怎么来到我给你推一下啊 你加一集就叫什么呢 啊 你加一集你看 这个固定什么固定你看 分子上面是前线通道 是吧 分母上面是反馈通道 这个意思保证不变的啊 你看这个点它是反馈 这是一个环络吧 通过哪是呢 A1B吧 这是一个环络吧 第二环络什么呢 A2 B2 这个是负号 所以负反馈 这都是加加 啊 这怎么来到我可以证明一下啊 这个不用证明 这个这个不用证明是吧 这个我们知道 我们看这个怎么识不识这个结果啊 加四这结果的规律就对的了 所以你把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把某些东西把它自己把它搞明白啊 你把它稍微简单的推自己推到一下 因为我们前面你自己学过的这个磨店啊 这其他的客人呢把它串起来啊 我们教的时候是一门客一门客的交 但给予你的时候 你就要不要一门客一门客的把它分离开来啊 好 这个地方可以把它你看 我把这个地方稍微把它 我把它改一下 你看你你认可不认可啊 你如果我把它再改一下 这么改行不行 你觉得你觉得你 不知道你有何意见啊 有没有意见啊 我这样改 是不是等价的 等价的吧 我把这点把它等效的可以吧 等下我就这个东西吧 就等于是 可以等下我就一个就一个方块 我就知道 就等于是A1 1加A1 B就可以吧 说出来这个等什么呢 上面等什么呢 等于是 那么总的还需要等什么呢 现在是A1 1加A1 1加A1 乘以啊 是吧 底下是什么什么呢 1加A1 1加A1 B 2 2 再乘别 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 好 我两面同时通分 把这两个都消掉 A1 2 1加A1 B1 A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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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什么呢 IAB的DataT呢 是不是泛大器啊 如果HT等于DataT一屏呢 是不是微分器啊 是吧 所以只要这个概念 我们前面讲过的东西啊 好 这个是积分器啊 接下来我们这个 一个这个是泛大器啊 泛大倍数 还有什么呢 加法器啊 我们的这个来实行 我们任意得有HS啊 好同意就来看一下啊 假设我HS 等于是2S加3 这件事S平方加4S加5 可以吧 没有问题吧 那实现这个系统 怎么来实现啊 就利用这三个基本的 基本的单元来实现 我要把它分子分母 同除以S平方 可以吧 等二倍的S负1 加三倍的S负2 没有问题吧 底下是1加4倍的S负1 加5倍的S负2 没问题吧 好 你看我怎么走啊 我就利用前面的规律 我把这就马上挂着图画出来 你看啊 你看啊 你看才有两个呢 一个是4S负1 再走过来 一个4 我把分母下 把它把它画好 是不是可没问题吧 4S负1啊 是吧 有个环球在里面吧 第二环球为什么呢 我们再走 5S负2吧 没问题吧 分母下搞定了 你看分子 分子在前头 怎么二倍的S负1 好 二倍的S负1 你看 让我认证一下 分子上面是前线通道 分母上面是反汇回路 你看 再走过来 二倍的S负1 是一下 是吧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S负2 加一个3 再拉一个3 可以吧 分母上面 你看 四倍的S负1 五倍的S负2 好 这里面用了两个积分器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半大器 两个加法器 那么这个认识就是我所要的HS 这个HS可能等于他 这是这个图怎么来的 你看再出来一个 BI 你们再过来 再出来一个 再他们就反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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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给我个HS 我就会实现他 今天我住你们学过的某店里面的 加法器 放大器 和积分器就会实现 这是根据HS来实现的 HS来实现 很简单 那么这是一种直接的方式 直接的方式 那么如果我要画为这种 直接概要画的直接性 如果把一个HS 把一个大的HS 有的时候 你看这种系统有什么不好呢 就是我要调这个 这个从这里面看的零件点 什么看不出来吧 拉伸零的垃圾 那么看不出来 所以这个在一辆码 某一个差点发生改变的话 那整个系统的话 都很难调适 那么我可以并为什么呢 把一个大的HS 分析为很多小的HS 这可以吧 然后对每一个小的HS 用这个来实现 那么并行结构什么呢 是把一个大的HS 分析为很多小的HS 先加 然后再画每一个子系统 再从这件事情来实现 我们来看例子来看一下 直接来实现 等这样的形式 分析分析通出一个S的三次方 分析上面是 5倍的S负1 加5倍的S负3 两条通知 两条通道过来了 分析上面是7倍的S负1 加10倍的S负2 现在啊 大概就为止 没问题吧 直接行实现 这种方法刚才说了 不太好调适 一旦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它没法控制 实际上最好 大家有说 一个系统的特性 有什么来决定呢 由系统的零基点来控制了 是吧 最好在这里面 能看到基点就完了 那么我们看第二种方式 那么并有这种形式 可以吧 分解一下 那么这个三个多数的基点吧 这个是一个基点 这个系统的这个基点 是吧 我们看一下 分解完了 并用这样的形式 把它分解 我画一画 这个通除于S平方 通除于S 这个通除于S 通除于S 分别实现 这个第一节实现 这个东西 这个是第二节实现 这个第三节实现 这个是二五度的基点 那么这样就很好调 这个系统就很好调试 很好 这是一个基点的方式 把一个大的HS 分解过很多小的HS的层级 那么在这个HS的层级 定义 我这个电路上 模拟的方式 就是一个基点关系 那每一个小的HS 还通过这种 这种方式来实现 这很简单 你看这个S 就过来 这个一节五倍的S 这个还很简单 通过的是S-1 反馈的是二倍的S-1 我看B点的方式 把一个大的HS 我反正选择 I学习要这么分解一下 这样的形式 反正这个相加 这是第一个通道 第二个 第三个 这个方式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也能看到它的基点 那么这种激烈的方式 这种B点的方式 咱们激烈的方式 有什么好处呢 你看这个方式 这个里面 只要有一根线断了 整个线组就没了 是吧 后来你们画了之后 就很麻烦 都哪里找出 哪里面 整个这条线要串去找出 你看我这个B点的方式的话 鱼骨的话 我可以很容易判断 我看再也没输出 再也输出 这条纪录是好的 是吧 我看这条纪录是不好的 这条纪录是很容易判断 很容易可以分成什么 可以把一个复杂的纪录 分成很多小学生 单独来调试 这个它的优点 而且这个系统的话 到后来信号处理的时候 它叫什么呢 它的延迟很小 延迟很小 你们这期间不有延迟吗 你们还有什么竞争电路等等 都有延迟在里面的 这都没问题吧 这类形式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就是 你给定了我的HS 就可以很容易的求出 这个系统的 它定义的模拟方式 模拟宽图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把我们这一家 整个SUE这一块的 SUE的分析 简单的回顾一下 所以到这 到这的话 我们整个系统的SUE的分析 信号系统的SUE分析 到这就算讲完了 那么下面我们把这个简单的回顾一下 把总结一下 好 好 第一个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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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讲一下 你看我们这个书的时候这么看 他第一次讲的为什么引用这个 实际上我们讲课也讲到这一点 他是为了解决我们前面信号和系统的实验分析 评议分析的不足 他引出来的 那通过学习你可以看出吗 确实能够解决我们前面的很多的问题 能够我们对信号和系统的分析带来很多的方便 不管对系统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 信号和系统的S级分析 它主要是动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主要是一个对系统进行描述 到后来都用HS来描述系统 再来可以用来求解系统响应的信号和系统的分析 第二个是看我们就是说 拉式变换的 包括单边和双边 我们重点是这个 在这一文课里面主要是这个 如果你要是控制专业的话 到后来双边还是变化到后来要强调的 在控制领域的时候 那是双边 因为它就在描述系统 那判断系统是不是稳定了 等等 都是从双边来判断 因为系统不一定是英国的系统 第三个 我们讲了一下 拉式变化 与复式变化的 之间的关系 接到这个关系 那么可以这么来说 存在复式变化的信号 一般都会成为什么呢 拉式变化 我这个是单边 双边还不一定的 那么双边的时候 我们请问单边什么 我们像这个支流信号 我们讲过 存在复类变化吧 但是这个信号是双边信号 它就不存在双边拉式变化 我们讲过的 我这个单边来说的话 那么拉式变化 双边的关系 这个关系 从后面来想 根据HS的基点来判断 或者根据FS的基点 也可以判断 如果 然后这是我们介绍的什么呢 那是变化的性质 然后呢 现在 它教了一下 下来一下 是基本拉式变化 现在是讲这个基本信号 拉式变化 这两个 调一个 调一个 第四个应该是 基本信号的 第五个我们介绍的是 拉式变化的性质 到了这个地方 你能做什么事情 都到了这个地方 能给电任意的一个FT 你能求到什么 FS 注意收留券在里面 到这一步的目的 我们做好这样的准备 那么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讲了一下 拉式反变化 第二是流速法 你们自己看的 流速法 你们自己看一下 和 部分分式法 那么到了这一步的话 能做什么呢 给定一个FS 和它的收入域 你能求它的反变化 有了这两个准备之后 我们底下能干什么呢 应用了 我们开始用了 这是我们这一讲 可讲的就用了 我们要讲什么 另外来求解什么 系统响应 你可以看的是一个应用 我们讲那么多原理 前面是在做出一个原理型的东西 到后来我们再应用 还用它干嘛呢 还用它干嘛呢 还是用它来 描述系统 这是HS的引入 系统函数 来 我要这个HS 我们介绍了什么呢 为什么说 在HS那个更好的描述 联系统系统呢 我们也又讲了它的应用 如果有了HS 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 就可以 有HS的什么呢 可以分析 系统的 特性 哪个特性呢 实跃特性呢 平跃特性啊 能够零性啊 等等 都可以来分析 那么我们会讲的 这讲的半天就说 你讲的半天就说一种 还是啊 这个HS 那么我们实际上讲 那么到后来 我们讲什么呢 就是有HS 我能不能实现这个系统呢 我能什么 还能够实现这样的系统呢 好 那么我们就讲那个HS 来 来模拟啊 加系统模拟吧 这个 系统模拟 所以我们讲了一下 周际型 系统型 和变连型 是种内容啊 非常清晰的 非常清晰 知道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大家 这个应用了很多的啊 比如说我现在得到一个黑匣子 我里面结构不清楚 但是如果我能从某种方式 把这个系统的什么呢 把这个系统的HS 能吃出来的话 很多话 你比如说出来的HT啊 把这个HT的话 如果能把HS能够分析出来的话 我不一定非要跟你造 造一个一模一样的黑匣子 是吧 我完全可以用我们的积分器啊 放大器啊 加法器啊 来构造另外一个系统 使得跟你这个系统 具有相同的HS 那么如果两个系统 具有相同的HS的话 那么这个这两个系统 它对外的特性是一样的 什么叫对外特性 就是说 如果这两个系统 输入相同的信号 它的输出应该是什么 相同的 它特性也应该是相同的 那些人的构造不一样 构造可以不一样 这叫系统模拟的概念 我实现 这里面机构可以不一样 但是我到后来 只要这两个系统的HS一样的话 那么这两个系统的 对外特性是一样的 对外特性是一样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刚才讲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 请你们自己感受一下 要不然讲了 把你们自己不做 第一个呢 最长的主要是两个重点 一个是这个 DYDT的平方 加上五倍的DYDT 加上一个六倍的YT 等二倍的FT Y0负等一 Y0负一平等三 FT等UT 为了你求什么呢 第一个求YXT YFT HT 也就YT 第二个是什么呢 系统函数 直接判断系统的稳定性 判断系统是否稳定 第三个是什么呢 画出HS的 实际写模拟宽图 这比较稳定性 振回一下 这个系统是一个 告诉你 是一个因果的 RTR的系统 那么讲完这一段内容 这一波内容 实在是最基本的要求 给你一个 部分方程 你能用S 来求解它的响应 能知道HS 它的概念 那么知道HS 怎么来判断系统 是特性 那么 对HS 怎么画它的模拟宽图 等等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因为这个内容 这个体力能做的比较 比较顺利的话 应该这个内容 主要内容应该是涨了 应该是基本上涨了 所以的话 实在你的做到 我们遇到学校后来 你发现这个 感觉到这么看 应该是越来越简单 整个是打通的 这样的回过图 大家看前面的十月分析 平日分析 就心中可能更加 更加有数 不怕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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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